大家好 我叫小璐 今年22岁 来自伦敦 小璐 欢迎你 我已经预告过了 就他 大家不要猜了 牛津的 好 24位女生对小璐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孟爷爷 我也爱暴灯 没暴到都哄完一次吗 是不是还有就没开始就暴了 其实以前有过暴灯速度最快的 是这个门一打开 男嘉宾刚出一条腿 那边啪就暴到了 就觉得那个腿长得实在太美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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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先下手是很重要的 刚才20号的 刚才那个20号的故事 告诉我们 刚才20号和7号他们当中 并没有谁就百分之百有把握 但是暴灯他确实有 我最赞优势 我最赞优势 所以20号还是可以啊 你下手可以啊 不是 4号 我是4号 对对 4号 来 你对他的意见 你对他的意见 因为我其实来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说过我喜欢长得好看的 笑起来好看的 然后微胖的 然后有品味的男生 然后观众朋友帮我看 4条哪条不符合 我为什么不报 他不会胖吗 不会胖呀 反正我估计其实以后 就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相信我在这方面 应该可以让你 可以让你满意 所以你要多关注我 多关注我 来来 来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是小鹿 不 我才是小鹿 我们现在在纽津的小鹿公园 他们见的目的当然是 当然不是为了纪念我 而是因为里边真的有很多小鹿 我在纽津学的专业是古文 我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最喜欢乱游城 也不管什么意思 出道是甜蜜油 穿到桥头自然是 你好 我不说了 我就说小鹿给你请安 别人看着我觉得特别傻 他们就跟我说 小鹿 你有病 何其聊 好 你有病这句话我听不懂 但何其聊 我就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后来我决定 拜中国的网络为师 好好说话 说人话 我现在的中文怎么样 小鹿给你 么么大 在纽津都是学霸吗 我上大一的时候 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 因为学霸不酷 衣服不酷 爱好不酷 发型不酷 我上的高中是一顿工学 那可是陪有王子的地方 但我上大二的时候 我接受了 我承认了 我不再装了 我是学霸 而且我proud的学霸 我们纽津有很多喘吐头 像我这样的学霸 喜欢打扮成绅士 穿穿戏 一边喝鸡尾酒 一边搭垂球 反新的时候 我们也喜欢去河边 画画船 散下新 很多尖巧的学生 可能会说 这是他们的传统 你不要听他们乱讲 当年徐志默流连忘帆的尖巧 不过是牛津的学弟 我希望在将来 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 我可以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是我 我是小鹿 嘿嘿 刚才在前面啊 这个前面一位男生 剑桥的带走了一个女生 你是牛津的 如果你一个都带不走的话 你懂一位的什么吗 你还有我 对对对对对 那万一最后人家 他不是百分之百愿意呢 什么都有可能 知道吗 好 但是起码他是肯定会跟你说的 这你放心啊 3号 我想说从男嘉宾 伸出第一条腿的时候 我就再爆灯了 只是系统没有工作而已 谢谢 谢谢 非常兴趣 然后我想说 牛津的男生一定要跟剑桥的女生搭吗 不一定 牛津的男生跟伦敦正经的女生也很搭呀 我是来自伦敦正经的 然后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男嘉宾不要看我今天 是穿着比较小清新范儿 所以我私底下会比今天台上 看起来更干练一点 我的同事跟我介绍 说这哥们中文非常好 而且特别喜欢中国的成语 诗词 邪后语 段子 什么都会 要不然我们测试一下 出大屏 你帮我们翻译成现在的语言 看一下大屏幕 无与由 皆恶然 皆恶然 这是 翻译成现在的话 应该是 反正应该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都惊呆了 再来一条 复古 可为无有乎 这个是 你试试 应该是 复古应该是土豪是吧 土豪都出来了 那后边猜也猜出来了对吧 然后我们做朋友吧 好厉害呀 一顿工学出来的 一顿工学里边 是不是有很多王室成员 在里边念书啊 其实你进入这个门 我们大家都是 反正我们都不在乎这些 不在乎 就是比较 比较不乎 我就问他 就直接回答我不就完了吗 有还是没有啊 每个学校著名的那些 都有一些传统 牛津有什么一些传统没有啊 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都是学霸 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传统吧 因为我们花的时间在图事馆 花的时间比较长吧 反正还有一些比较高大上的 一些传统 我们会划穿 软华语歌是答垂球好 1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牛津的 我想说牛津的男孩子 跟建桥的女孩子很配 但我觉得其实是 牛津的男生 跟牛津的女生最配 我觉得你很帅 同意 你是想说牛津的男生 和牛津的女生很配 还是你跟他很配 都有 他觉得你跟他很配 谢谢 好 来 然后还有就是 你说牛津的传统 我想他有一个就是 你应该有看过就是 5月1号的时候 每年5月1号都会有就是 牛津的学生集体 早上凌晨5点钟 还是7点钟的时候去跳河 想问一下 跳下去了之后还上不上来 就有一些人骨折了 然后我去年 我今年去凑热闹的时候 就有很多警卫兰在那边 不让跳河那样子 是 他们关得比较严厉 是 那你们这个比起人 哈佛来还是差点 哈佛每年的冬天 哪一个礼拜我记不得 每年都有一天晚上裸奔节 那这个是不是更刺激了 先看一下 我一共谈过两次恋爱 最深刻的是第二段 我还记得我见到她的第一天 我们在图书馆学习 她坐在我旁边 我被她的美色所吸引了 一直偷偷看她 我终于鼓起勇气 给她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坐在你那么漂亮的女孩的旁边 想专心学习 太难了 能请你吃完饭吗 她答应我之后 我们就交往了 那段期间过得很幸福 我们经常观过花园 一直在一起 最后她决定去日本交换遗迹 说她不想继练 所以就跟我提分手了 我当时特别伤心 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 走出这个遗迹 我喜欢很聪明的 很积极的女孩 其实外貌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重要 要谈得来 我觉得更重要吧 我比较相信热酒生情 哎 孟非老师啊 我刚才看那段片子 我觉得那个女孩 跟她演得好好啊 那是演员吗 你给大卫老师说一下 那个女孩 片子里边那个女孩是什么人 其实真的是我前女孩 那个女孩 正大的片子 我觉得刚才那个发脾气那个 你看我们看了那么多小片 就剩下的都很做作的 那个感觉 是真的 对 很真啊 我们那个小片里边 有很多什么男嘉宾的前女友 都是我们的外拍导演 女导演去演的 我们有几个女导演 都当过人家一百多回的前女友了 各种前女友 各种吻戏 各种哭的戏 他们都去演 那你们能拍成那样 能那样再过一遍 心里面一点点都没有 唤起当年的那种感情 那时候她去了东京 然后一开始我的确有点难过 但是呢后来没有这个 面对面的这个接触 我自己也觉得 其实我们可能是更适合做朋友 我们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 还是很好的朋友 李二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哦 对 你喜欢那个积极一点的 其实我在装半天了 我不是这型的 我是那个 东北话都出来了 东北型的 然后你跟所有女嘉宾 有问你的那个成语 我想问问你 东北话你能听懂吗 有几个吧 就比如说贼漂亮 贼漂亮我可以 对 那咋的呀 我问你一句 你看你能听懂吗 哪一个 玻璃盖卡马路牙子上 卡秃鲁皮了 这个不公平啊 这太难为人了 你以后说吧 他也不懂 没办法 我 我在 我去过英国两次 听了很多跟剑桥 和牛津两个学校 有关的一些传统啊 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剑桥的学生 和牛津的学生 他们之间有成朋友的吗 还好吧 反正我也可以 我不会 其实那个导演 之前跟我说 有一个剑桥的学生 然后他来了 我会不会跟他打架 我说我当然不会 他说哦 是吧 因为他说我问他同样的问题 他说他可能会跟你打架 要不要我把他叫过来看看 可以吧 来来来来 我们前面那个剑桥的博手 我再反场一下 来来来来来 来两个人认识一下 两个人认识一下 你好 张晓妮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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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最快反场的男嘉宾 下去没有十分钟又上来了 让这两个学校 著名学校的同学认识一下啊 所以他是牛津的是吗 我说就是他 他是尖巧的是吗 是 来 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你好 我先下去了 你们自己来 不是 我下去之前 他可以涮一下 最后有几盏灯是亮了吗 好 这是个好问题 这是个好问题 你预测一下他最后会是 你看人家还有24个灯亮的 两条片子放完了 你预测一下最后他的情况可以 比较难预测 因为这个牛津是在统计分布的 尾端 这不符合常理 没关系 你说点 我们听得懂的好吗 哎呀 随便说说嘛 万一你说对了 我们就给你播出 说不对 我们解了 没法 这没法说说 因为牛津本来很特殊 他们那个人都很 他们那边的人都很特殊 就那所学校那些人嘛 都是在那个统计分布的尾端的 你知道吗 那些人都不太一样 不像我们见潮的 还比较正常 我怎么听这个话 你好像有点什么 你听懂他的口气了吗 我能听懂 我只要听懂的是 你确定你是写大家数据的吗 我准备给他们美人发一把菜刀 他刚才写灭了 太好了 继续灭啊 继续灭 继续灭 好好好 继续灭完了 到时候来箭桥 请大家吃FOMO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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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多么生动地了解了一下 英国的文化 这是活生生的啊 黄老师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这个节目真有意思 要不是在这个节目上 真看不到这样的 就听说 只听说过没见过 我也是听说过 我都不相信他们会这样 不过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还是那个剑桥的 好像还领先了一步啊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 可能在排名当中 他们可能排得比较好一点 但是这些我们也不会承认 哎 还有一个灯灭了 谁在那儿啊 余燕 为什么灭灯啊 他们那个老大在那呢 我就支持他一下 不然给他们老大丢人 哦 来 看下一条 来看下一条 讲美好 好 这个 他有算是九盏灯吗 最后一个问题 3号 就在刚才看那条短片的时候 我为自己和男嘉宾 想了一个slogan 我可以说一下吗 说说吧 小鹿 小雪 值得你拥有 大卫 你觉得呢 大卫 你觉得呢 小鹿 小雪 值得你拥有 小鹿 小雪 值得你拥有 小鹿 小雪 值得你拥有 等一下 我有话要说 那你要按这么说的话 你是4号男嘉宾吧 我是4号女嘉宾 You are my destiny OK 好吧 就是各种套近乎吧 我们抓紧点时间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六盏灯回来 我没有运输过 我没有准备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那个好像做得不太好 太好 你不是研究大数据的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环节 用试最长的男嘉宾 有请4号 有请8号 13号 我们现在看一看 吴迪帅哥的心动女生是谁 大屏幕 11号 开枪好了 所以刚才11号举手 说到牛津和牛津的比较配 我还问了一下 你是说牛津和牛津的比较配 还是你和他比较配 他说都有 还知道这个吗 好 来 开大屏幕 10项资料里边你选一样 我选自我性格秒数吧 13号说他是大气不爱计较 跟朋友相处比较随和 当然也有暴躁的时候 但也懂得换位思考 4号说 他说坚强理智隐忍 底线很低又很仗义 但罪不能容忍 欺骗背叛背后耍心机 行动力很强 有些固执对于感情也是如此 天生泪点滴 这姑娘爱哭 11号有上进心 为目标努力 但有时比较粗心 韧性 8号 懂得阳光快乐 正面的思考 相信英国何进随心转 哎呦 还是我念得费劲啊 终于清静大自然和小动物 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在英国长大了 然后呢 饭呢 我只会做黑暗料理 其他都不会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你们会如何考虑 然后又如何的 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 他最期待的答案是 那你不会我来做呗 你不会 我来吧 我从来自换 其实大家如果 它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 一个事情 对不对 你终于做就可以做 然后不想做也无所谓 然后你如果想去什么 我可以去学 然后刚才一直没有机会跟你交流 然后我也是从奥克斯福尔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 可以在一起进行 还有四个 有两个扭进的 11号 我 我其实现在还好恍惚 我鞋都没有换 就直接下来了 头还很晕 因为喝了点酒 所以 其实我对吃的完全不挑 就像你们说的 Fish and Chips 觉得是黑暗料理 我都觉得很好吃的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 会做饭的人 所以OK 你也不擅长做饭的话 那么我就会有动力 想要那个去学 你知道爱情 对于一个女人的动力来说 非常的巨大 对吧 观众朋友们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 就算做黑暗料理也没关系 我可以今天给你做饭 你要吃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然后反正我 你要吃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爱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你爱吃什么我给你做什么 你要怎么样 你怎么样 最后再给4号一点时间 谢谢 我很相信那个一箭中 我的天哪 等一会儿 大伟 像导演选演员 如果哭戏特别多 像他这种天分的 我给你们在你们这个行当里 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吧 一秒钟就开始就能 主要他这个很真 他不是不假 所以确实还挺少有的 他也说 开始 我特别想 不需要酝酿的 不是 他是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 这个很真 他随时都可以发自内心的 来 继续 我觉得你其实心里已经有决定 我觉得再给我10分钟 一个小时 你连这一个月都没有用 对对对对 所以说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择11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走 然后就输给了剑桥那个博士 另外三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好 现在决定吧 是啊 你直接过去 除了11号之外 好 去 对吧 好 太多了 这就好了 对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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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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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爱情还是女 你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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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挺开心的 我觉得特别好啊 我们都是游戏的 希望从朋友开始做起 我们一起去爱情海吧 欧宏大 英国专场走了两个 给大家印象特别深的 一个是王静怡 一个是杨芷妮 对啊 最好玩的两个人都走了 杨芷妮 我也是蛮感动的 我们俩刚才在叠 猜半天也没猜到她 没猜到她 我也为她重心 我也没猜到 我觉得以这哥们儿 他的条件 坚持一下心动女生 是完全这个80%的把握的 对 我很帅 80%以上 我都觉得是是是 但是呢 就是我喜欢这个小伙子 我们这个台上来过 很帅的老外有过 他是非常帅的 但不是唯一帅的 但是他在这些老外的帅哥里面 他最突出的 给人印象深的是 他不仅帅 而且阳光 有亲和力 很多的人帅 他就是摆着我帅 请大家注意我很帅啊 我从第一秒钟一直帅到最后 这个他就没意思知道吧 特别喜欢 他们俩牵手也是让人 特别高兴的事情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他会是比较强势的一方 不是所有的男嘉宾 都适合他这个类型 那以后我们看到这样的男孩 你看到觉得比较合适的 给我推荐一下 在狠狠扰扰之间 我明亮和说乎 早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老